明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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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 《轉向投國謎迷遇》 那我們先來看今天的台幣表 上個禮拜從禮拜四落底的後續 經過兩天的反彈 包括在上個禮拜五 延續到昨天這兩天 談了370點的後續 今天又形成一個 開低走低的壓回 今天盤中最多拉回 大概177點 到今天這個收盤收得108點 相對於我想以就目前 台股的一個格局 我想這個是很標準 依然維持一個叫 空頭的一個格局 我想現階段維持 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畢竟就是說從上個禮拜 是落底之後 這一波做一個反彈 那反彈相對應就是說 以現階段六條均線 全面性維持一個叫下彎 那這個下彎 畢竟我們就基於 我們再從上禮拜跟各位做分享 不管是說這個波段台股的一個拉回 從這個歷史高點 拉回大概3500多點 那相對應就是說 從前波反彈上去 這一趟的一個拉回 大概拉回1700多點 那等於是說不管是說基於 在這個低檔區 尤其在上個禮拜那個時間點 底部都是形成一個叫粗量 那甚至包括 在從上個禮拜禮拜四 這個月均線的一個乖離率 已經形成一個戶乖離過大 戶乖離已經來到戶的6.01 那相對於這戶乖離過大 就會展開一個叫技術性的反彈 然後再加上以融資餘額 我想在這個波段 都已經大幅度清洗 洗出了大概748億 那等於說這個波段 融資的一個減肥的一個弧度 已經減了這個26.3% 這是比大盤的跌幅 大盤跌了18.9% 遠遠超過這個大盤的跌幅 那當然的話這個盤 隨時會硬量反彈 這是無庸置疑 那重點是說 以目前這個大盤的格局 還是維持一個空頭架構 那等於說它在走反彈的一個過程當中 都會形成一個叫做不斷不斷 做一個反彈的一個主體 那這個反彈的主體 等於是說 這兩天 談了兩天之後 這現在在做壓迴 那就以一個後續 我想 整個一個 在做一個反彈打底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操作策略面的一個重點 尤其我們在昨天之前 特別都跟各位做強調 目前這個階段點一樣都請各位 去採一個叫做短線的一個因應 做比較低 不要說你要去買進去 採一個叫買進石油的一個策略 買進去你就抱著不動 那尤其就是說這個盤 不斷做一個反覆打底 那當然的話 談個兩天 壓回一天 這個都算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 一個實際上狀況 我們在今天這個節目當中 一開始我們就透過 我們在近期的一個操作 我們是很實際上的一個歷史 來跟各位做分享 畢竟就是說 我們在今天早上這個Telegram 尤其我們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這兩天包括上個禮拜禮拜五 大盤盤了126點 昨天又盤了244點 那在昨天大漲244點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我們是一檔個股 我們都沒有買 都沒有去做任何買進 沒有去做任何買進 反之 我們是趁這個 昨天連續這兩天的反彈 我們針對在上個禮拜 去做布局的一些個股 趁這個反彈創高 我們去執行 這個叫獲率落袋的一個動作 那相對我們就列舉這一檔 包括這檔一樣是做車用電子 2497的以利電 那以利電這個波段 從當時創立時新高 拉回之後 目前是打第二隻腳出來 那重點是說 這檔個股在6月23號 產生買點在79塊3 79塊3 那為了說我們在 就是說在上個禮拜 禮拜四 定禮拜拜期 買訊一到 買點訊一產生 我們在當天 9點33分 高點33分 一樣 帶著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我們在80塊錢附近 買點在79塊3 我們在80塊錢附近去做買進 那買進去的一個後續 從上個禮拜 禮拜四 禮拜五 到昨天 大概三天的時間 我們就說在昨天一樣 蹭著這個大盤的一個大漲 昨天盤中漲了到300多點 到收盤也大漲244點 那相對 我們在昨天 不管說在早上10點06分 我們先掛著這個85塊半 85塊半去做賣 那為什麼要掛85塊半去做賣出 尤其說像以利店 買進去的一個後續 我想在昨天 昨天是大漲 昨天是大漲 創高大漲 那問題是說 以利店昨天的這個最高點 最高點來到多少 85塊3 我想就是說 這個下彎的這個季線 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 已經碰到這個 逼近到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去 那所以說我們在昨天 就先掛著 85塊半 85元去執行 就是說 先做一趟的一個短賣 那這個短賣 在昨天到收盤 這個85塊半差兩毛錢 沒有去做到一趟成交 那我們在這個尾盤 零收盤之前 在12點半 做尾盤的時候 12點24分 我們就改用這個市價 市價去做這樣獲利的出廠 那當時12點24分 我想各位你可以去對市對價 大概是成交的價格 大概在85塊錢 85元 從這個80塊做買進85塊去做賣 大概賺4塊錢 雖然不多 那問題是說 這就是說 在大盤在做一個叫反戶打底的過程當中 我想這是在所難免 因為畢竟 一有風吹草動 都會形成一個很激烈的變化 那所以說我想我們在昨天一樣 基於就是說 以技術面 他已經碰到這個下彎的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 那比如說 我們先執行一趟的一個獲利出廠 小賺這個4塊錢 先把獲利放到口袋裡面去 那重點是說 如果沒有賣 如果沒有賣 那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今天的一粒店 一樣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 過都沒過 季線在85塊6 今天最高是85塊7 過一點點之後馬上做一個折返 那尤其今天是形成一個叫開高 開最高收最低 開高走低 收盤跌的4%多 像4%的話 收盤收在81塊錢 那我們的買進成本是在80塊錢 就是說 你只會買不會賣 畢竟這在底部的一個狀況之下 大盤個股都在做一個反戶在做個打底 那反戶打底 我們就採一個叫做短線的一個因應 有賺就跑 有賺就跑 那賣完之後 今天一粒店做個壓迴 開高走低做壓迴 那畢竟就是說針對大盤 不管在做一個叫反戶打底 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的策略很簡單 你就是採一個叫做買黑賣紅 黑盤的時候 黑盤的時候你去做買進 拉高紅盤 你去做一個賣出 那尤其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今天又壓回 今天開高走低又壓回 那壓回我想就是說 在這個反戶打底的這個過程當中 趁這個盤勢在做個壓盤的這個過程當中 反而一樣請各位可以去好好留意一些 可以去做布局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我想你透過這個測標這些個股 你也都看得很清楚 像我們在今天鎖定的一些個股 不管是說我們在今天早上開盤不久 一樣透過這個軟體挑出來一些個股 那等於說這個新聞點就是說 既然要各位趁合黑盤去做買進 那你要去買進哪一些個股 當然的話 你也可以全部交給這個軟體 交給這個工具 包括我想我們這套快打部隊這個超平軟體 能夠協助到各位辦好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針對叫選股 你要買什麼股票 就是說針對個股的一個鎖定 第二個重點你要買什麼個股 你要賣什麼個股 那你要用什麼樣子的價位去做買進 什麼樣子的價位去做賣出 我想這個全面性這個軟體可以提供給各位 第一時間的一個買賣點 提供給各位第一檔買得漂漂亮亮 高檔一樣賣得漂漂亮亮 針對我們在今天一樣在早上9點38分 我想為了說我們就分享各位今天軟體挑出來的 這個兩檔這個快打短多個股 我想這個檔數多不多 挑出來就是一檔到兩檔 那一檔到兩檔我想我們再 就是說我們這個截圖是在9點08分 一樣都是開盤不久 開盤沒多久 開盤不久 結果開盤之後 工具就會立馬協助我們去做個股的鎖定 那挑出來就是一檔到兩檔 今天挑出來這兩檔個股包括像4915的像至深 1319的像東陽 我想就是說在早上一開盤不久都是小漲而已 漲都是一趴上下而已 那當然我想這檔標的 後續隨著這個大盤跌幅的一個擴大 那重點是說你買到對的個股的實際上結果 依然你是依然持續性的一個大賺 那包括像至深 我想這檔個股一樣 就是一樣近期 少數能夠去順利填息的一檔個股 至深在這邊出息 這邊出息 他去年賺了5塊多 配了大概3塊1 配了3塊1的現金短短三天 全面性這個缺口已經全部補掉 全面性填息的一家公司 那至深做什麼 他是做這個視覺影像的一些產品 包括像車用的 還有說警用的一些相機的一些模組 就是說這些影像產品 那當然的話 包括這個都是跟電動車相關的 一個題材性的一檔個股 至深今天到今天 買點需要沉在多少 58塊9 58塊夠 那我們在今天早上一樣9點38分 就分享各位 積極富富 今天說到今天這個幾乎最高點 收漲4%多 大盤相 你買到個股 買對個股的話 我想這個依然你都可以很輕鬆 繼續創造各位的一個獲利 自身的部分 那另外第二檔個股 是針對這檔1319的東洋 那東洋如果說各位 你去查一下 這些三大法人的動態 這檔個股積極富富 三大法人天天買 而且買的時間不會是一天兩天 買的快接近一個多月 每天買每天買 買點訊號 這個波段新波的買點 45塊9 45塊9 今天收盤一樣 大盤大跌 實現又續漲 一樣幾乎收到今天這個最高點 收盤是漲4.5% 去4%半 一樣做汽車零組件的一檔個股 東洋的部分 那所以說我想在這個大盤 盤是在做個反戶足底 因為我們要各位去做到台灣買賣 賺大半 不管是大盤還是個股 做壓盤的過程當中 你要去選定 鎖定哪一些個股去做買新檔的話 可以全面性交給這套軟體 輕輕鬆鬆 協助到各位 掌握住不同階段點 這種強勢的這個個股 包括沃老師我們在昨天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近期的一個操作 包括就是說以光潔這個個股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一樣我們在之前就是說 從上個禮拜四禮拜五 我們也陸陸續續針對 這個波段點既然它要展開 這個叫記錄性反彈 那我們在昨天 趁大盤大展 我們是在做一個叫找賣點 的動作 找賣點的動作 那畢竟我們這些個股也陸陸續續 都是從包含移立電包 像光潔 這個都是跟汽車相關的 像光潔 我們還你需要產生在6月24號 頂著百拜五 買訊一到 那當然我們也直接帶進我們的會員 買進去的一個後續 我想以光潔 昨天是亮燈工漲停 昨天亮燈工漲停 那畢竟針對這種個股 畢竟短線上都已經跌升 這個波段從它創立的新高 100塊錢拉回 大概拉回40% 拉回四場 那前波一樣 在4月27號那邊落底之後 也漲開這一趟反彈 彈了20幾%之後 當時買點在這邊70塊40 拉高之後賣點在6月1號 86塊半 等於說我想全面性 每一檔個股的一個輪動 你一樣你掌握住這個買賣點的話 我想一趟賺軟再借一趟 畢竟前波買點在這邊 賣點在這邊 你先把前面那一趟價差22.9% 獲利先換口袋 那會買一樣要請各位要會賣 賣完之後快速都拉回 這趟拉回也蠻深 一拉回差不多30% 拉回三成 後續一樣回測到上彎的年限 最後一條的年限支撐擋住 擋住 我們在上禮拜五做買禁 差一天一樣 禮拜五買 昨天禮拜一立馬鎖住漲停 我想以今天光潔拉回 弧度一樣蠻深的 今天又拉回 昨天漲停之後 今天一樣又拉回大概6%多 相對各位你也看得很清楚 買點現在產生之後 我想到目前賣訊 還沒有做出現 那如果說各位 你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沒有跟著我們去做 讓同步買禁的投資朋友們 那今天這個長黑 各位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讓各位你就很清楚 把握壓回 壓回一樣提供給各位 做到一趟 趁長黑拉回 你當時起張點 沒有跟著我們買禁的話 我想趁它拉高 昨天縮掌停 我們就不期待你各位去做動作 這個壓回一樣都可以請各位 把握趁長黑拉回的一個 買進的一個策略 自身的光解的部分 一樣做這個車用 精密電阻的一家廠商 我們一樣做一個序告的動作 光解的部分 那另外我想我們在進行業 特別針對一些個股 包括 不管是說在前一個波段 我們帶各位 像艾普 我想這檔個股一樣 從它分割之後 最高點是625塊錢 一拉回 腰斬再腰斬 一跌跌掉65% 基本面有沒有做改變 基本面其實它一樣 比去年都還是做一個 同步成長的一家公司 那問題 股價一樣大幅度修正 我們在前一個波段 帶各位兩趟是一個操作 金冷卓 賺了82塊錢 82塊錢 你們獲利做落袋 落袋完之後 6月2號 我們賣在這個314塊半 賣完之後 快速做拉 這個也是一樣特別 我們為什麼不斷 每天跟各位強調 買賣點的一個重要性 如果說各位 你在這個接換點一樣 前一個波段 如果說各位 你是套牢這檔個股的投資人 不管你是買在 600多 500多 400多都一樣 拉回之後 你如果說你沒有去執行賣的投資人 前波這樣一談 也談了快接近100塊錢 當然要到100塊 從這個 最低點的210幾塊 拉高到300多塊 一樣 漲了快接近100塊錢 那相對 你要去把握趁反彈 因為畢竟反彈還是反彈 這個趨勢線都還是往下 代表就是說 這個中線長線都還是 依然 我們在這個接換點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純粹叫做強反彈 所以說我們在昨天花很多時間 要各位 強反彈 你會買一樣會賣 畢竟 我前波談到這邊 我們在6月2號 賣在314塊錢之後 快速這一趟又拉回 一拉回差了多少 差了快接近100塊錢 拉回98塊半 那後續我想 以愛普這兩個股一樣 在6月2日 上個禮拜禮拜五 又產生這個買訊 買點訊要一產生大化 我們全面性 在我們在禮拜四就預告各位 買點快要買點快要出來 禮拜五買點產生 那等於說 一樣我們在禮拜五 早上11點鐘 又繼續提示各位 還沒上車的話 你就可以做一個上車 我們在當天買點在224.5 買進去的後續 我想 以愛普昨天漲了11塊半 那今天有做個壓回 今天壓回5塊一半 那尤其愛普這樣個股 各位你要特別特別留意的重點 就是說 以他今天最多最多一度 是拉回11塊半 那也帶出一個很長很長 長達6塊錢的很長的下影線 所以我想這個趁今天這個壓回 一樣請各位 還沒有上車的話 把握趁拉回的一個 買進的一個策略 你沒有買在起漲點沒有關係 買在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加碼點的話 後續獲利一樣 跟各位會形成直接相關 愛普的部分 那你要包括像驚鴻 一樣 上禮拜五一樣產生買點 在137 昨天大漲9塊 今天壓回3塊半 這都算是很正常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我想這些個股一樣請各位 起漲點沒有買到 一樣把握趁拉回的一個很不錯 你買到一個不錯的加碼點的話 我想後續繼續再做一個工高 這個獲利才會跟各位 又是直接相關 台聖科也一樣 上個禮拜我買點在184 昨天漲了9塊半 今天壓回5塊半 那以這個台聖科 我想今天比較特殊的一個第一點 就是說 今天盤中一度拉回很深 大跌大概6% 7%以上 後續拉上來 拉上來 今天帶了一個10塊錢的一個下影線 等於是說今天最低最低來到178.5 差10塊錢 到收盤是盤中跌了15塊半 到收盤是小跌一個5塊半 那畢竟我想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代表我想這個都已經有心人事 都已經進駐 都已經進駐 那趁這個壓回一樣 還沒有上車一樣 請各位密切跟上腳步 密切跟上腳步 台聖科的部分 另外我們在近期 也有特別針對一些個股 就是說 在大盤 跌跌不休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從上上個禮拜 禮拜一開始 特別幫各位鎖定 一個抗通膨 最佳資金的避風港 叫什麼 生計 尤其是針對生計新的這個個股 不管像合一中天 自行這個個股 重點就是這個股一樣 你低檔會買 拉高之後一樣會賣 包括像合一當時 6月16號 買點需要一產生 我們在當天4點55分分享 買點在這裡179塊錢 拉高到199.5 第一趟賣點先產生 你先做一趟賣 這一趟價差20塊半 隔一天買點又做產生 隔一天買點又做產生 那針對合一 我們在昨天預告各位 昨天賣訊已經產生在204.5 雖然第二趟賺的不多 那當然一樣要請各位 根據訊號 就這樣很簡單很簡單的一個操作 一樣 一檔個股賺完再接一檔 那相向合一 賣掉 所以賣訊在204.5 那今天我們說今天拉回 弧度相來相升 賣訊在204.5 今天一拉回 拉回14塊半 跌了差不多6% 7%之多 那重點一樣 請提示各位 會買一樣要請各位要會賣 尤其在這個破斷點 強反彈真的是會買一樣要會賣 那如果說你有這個軟體 有這個工具 一樣 第一檔買的飄飄亮亮 高檔賣的飄飄亮亮 我想這個獲利就變得非常輕鬆 合一如此 中天一樣 在上個禮拜禮拜五還鎖漲停 第一檔買點在這邊 57.8 買訊57.8 拉高 那中天一樣今天產生賣訊 賣訊產生在62塊7 那重點 今天中天打到跌停板 打到跌停板 那如果說各位 當時買點在多少 57.8 你只會買不會賣 今天收盤說多少 57.8 一毛錢全部吐光光 這個是更凸顯出 為什麼我們不斷強調各位 會買要會賣 買點在57.8 賣訊在62塊7 你就是把這一趟價差 獲利先放口袋 一定要會買要會賣 志勤趕快買點在 6月15號 745塊3 一路創高 一路創高 那創高之後 我想與志勤一樣 在昨天 昨天賣訊產生在87.4 87.4 今天做亞回 今天做亞回 全面信 一樣請各位 會買一樣要會賣 那你有這個軟體一樣 檔檔輪動個股 低檔買點買得漂漂亮亮 高檔賣訊一樣賣得漂漂亮亮 那所以說我想針對這些 相對我們在前一個波段 帶各位想法操作的個股 大概在5月30號到6月2號之前 陸陸續續全部去做賣 那前波一樣 彈了1000多點 你就是要會賣 台勝科是如此 我想每一趟的操作 我們就不再贅述 等於說像同志賣掉之後 壓回 那壓回之後我想與同志 我們當時賣在188.5元 後續上個禮拜 禮拜四就產生買點 15.5元 到今天連三喉 天天漲 那重點 你高檔如果說沒有賣的話 你低檔拿來資金 跟著我們去做買進 那所以說我想 針對這個相對個股 驚鴻一樣如此 之前兩趟56塊錢的價差 184.5元賣掉之後 賣掉之後 一樣快速做一個拉回 驚鴻是如此 甚至包括像艾埔 這拉回無度相當深 你如果說你只會買 當時打第二隻腳 跟著我們去做買進 問題到6月2號你不會賣 一拉回又是98.5元 那這一趟我們又重新把它買回來 後續想一樣老話一句 希望各位強反彈 強反彈就是強反彈 一樣拉高 一樣要會賣 那針對我想每一趟的買賣 我想我們工具 都可以提供給各位 那針對這個軟體 各位你如果做取得 我們在今天實際上有提供給各位 這個一加一加一 買一送一再加一 一個非常非常超值的一個活動 一樣請各位做個好好把握 針對這一趟的一個牽連行情 一樣你前迫錯過 這一趟一樣請各位 密切好好做個把握 好 各位沒人才會順利 密切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就是你